来到加拿大近20年 迪尼欣可以称得上 是一名老生意人了 刚移民的时候 他经营快餐店 8年前转行接手一家 粉面生产工厂 是看到这行生意的潜力 也是为了谋求 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顾客来说 粉面产品的口感好坏 异常变质 非常直接 迪尼欣在各方面严格把关 不惜增加成本 一定要保证产品质量 我真的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为了专家 我还真的就把它当成 是一个我自己 后半生的一个事业 在加拿大做一个老板 真的不容易 那你在天时地利人和的 这个基础之上 还要再加上一个勤奋 那么说缺一不可 有一半以上的员工 都是当初我接场的时候的 老员工还在跟我做 给他们能够创造一个 至少工作的环境 比以前有所改善 劳动强度有所降低 工资收入有所提高 我也想为他们做点事 动强度有所断口 发入了